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智库班人SELL 我是俄智班人 今集最主要会和大家讲一个赚钱的补习社生意 大家都知道在疫情期间有很多补习社都收拾了一粒 在疫情之后学生又回来开学的时候 很多学生都到处去拍一些新补习社 有什么生意现在卖得出来 仍然有一定的学生数量 还在赚钱而愿意放售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一些移民盘 因为他们本身都在做一门业务 这生意补习社生意 大家都知道草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是新的补习社 或者是不留学生的补习社 很多时候都是当买一个框 或者是买一个牌照 或者是买一个场地 都不会特别值钱 但是如果去到一个充足客底的补习社 或者是每个月的利润 都可以带给你 可能是4万以上的收入的补习社 这些补习社生意 就会有很多人去找 以及很多人去接手 今集要讲的生意盘 参考编号是7952 简介名是 出售九龙湾稳定收入英语中心 说到英语中心 最主要是英尊为主 而他现在的学生 数量高达160人以上 160人以上是非常非常强劲的数字 而这个生意盘盘 因为他已经有这么多学生 所以他请的人会多些 冬主很好 他现在已经完善了整个营运模式 自己不需要长住在店铺 以及不需要自己教 他主要负责的工作 就是跟员工开会 制定监表 然后出粮 另外当然有与少量家长联络的工作 另外有一个全职的admin 另外一个admin 两个加起来 大概$32,000左右 然后有一个全职的教师 $26,000一个月 另外还有一个全职的老师 就是$25,000 另外还有一个兼职老师 而你看到一间公司规模 到4-5个人 其实他的收入都相对稳定 不然他之前也不需要聘请太多人 因为他已经存了很多学生 每个学生都需要去补习 还有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点 就是他位置于九龙湾 大家都知道 九龙湾这个地方 是一个补习的集中营 很多不同区的地方 都会去到九龙湾补习 所以他的补习需求是强大的一个市场 他现在还会有永久教育牌照 他场地是480平方尺 他最主要有三个课室 一个供应 三块白板 多张桌椅 书柜 打印机 冷气 全部都会留给下手 他的学生人数是170人次 每个月还会有什么基本花费呢 就是电费1500至1800元 电话和上网费是300元一个月 商场管理费是6000元一个月 猜响是2880元一季 另外他还会有招民商专利费 就是营业额12% 再加上3000元广告费 说到他每个月的营业额 大概是22万4000 他的租金相对低 3万1000元 然后他扣了所有东西之后 现在赚多少钱一个月呢 赚66400元一个月 那他现在到底卖多少钱 赚6万多元这个盘 那会不会要很贵呢 过百万呢 之前有些补习四个盘 真的卖过百万的 你有这样的收入 但是呢 因为他真的是趕着移民 现在这个盘都是卖88万而已 88万就是说你年纪就回本了 你要相信一样东西 如果你重新乘过一间补习社 你需要拿牌照 你需要装修费用 你随随地都等八十至一百万出来的了 之后你头三个月要存货 要找新货 接着呢 你可能一开始都是十几个学生 二十几个学生 三十几个学生 你存到多久 你才存到一百七十人次的学生呢 所以呢 平和贵呢 不只是看那个价钱的 最主要你是看本身做这个行业的回报期 究竟有多长 再比较你现在 买这个生意盘的时候 究竟有多久回到本呢 还有那个速度 还有你不停有cash in 你的荷包那里 就不是说你新开一间的时候 你还要交租啊 你的现金是蓋不过你的支出的 很多报级社都是这样的 所以呢 如果有兴趣的 记得记得打回到92932 932那边 找932的同事 带你去看看啦 OK 今集的时间到这里 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先记得 按订阅 记得点击笑话中 好 下集见啦 拜拜 给个like 和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啦 记得按个铃铃 那你就不会错过每一条 藏金地图的影片 还不快点行动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留言 我们每星期都有不同类型的生意加盟讲座 请click下面的link报名 OK